在基隆市政府秘書長黃俊毅 教育處長杜國鎮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議會議長蔡旺蓮 帶領議員們參觀 海科館位在八斗子榮軒園區的住宿設施 海科館和委外廠商合作 力拼轉型成為四星級飯店 它已經變更使照 就是我們在講的原來宿舍的照 已經都變更完了 那變更完之後就要再去申請旅宿 旅宿就是四星級的飯店 這個部分現在正在程序中 所以它其實現在它已經可以營運 只是它的營運要跟海科館結合 因為它是宿舍概念 所以要跟海科館的這些票 活動 課程結合的 是已經可以營運 因為在兩個禮拜前 他們已經拿到變更後的使照 從餐廳到房間內部 都已經由委外經營廠商 重新設計裝潢過 特別是頂級房間搭配 可以眺望朝進公園 山海美景的陽台 更讓議員們驚豔 海科館戰 基隆加油 麗拼升級為四星級飯店 因此房間內部的軟硬體設施 也和以往通鋪型的設計完全不同 只有一間房間內特別留下 市長林又昌妹妹 也是知名插畫家查理婉珠的作品 吸引議員們前往拍照留念 另外市議會一行人也特地到海科館 新成立的潮進智能海洋館參觀 海科館提供數據 雖然同樣受到疫情影響 但是受到潮進智能海洋館啟用 以及陳博會的吸引 今年1月份到7月份到海科館全區參觀 就大約有135萬人次 遠遠超越去年整年120萬人次的參觀人潮 而潮進智能海洋館從6月1日到7月31日 短短兩個月就有8萬2千人次造訪 基隆市議會也力挺支持海科館 不斷轉型進步 為基隆市創造更多觀光效益 這是我們基隆 對外面我真的天才跟他們說的 唯一就是海科館 所以如果找對人在這裡 把它帶領 從無到有 從有 還要 從好 再更好 這是幫基隆來點亮我們在各地區的一個知名度 向國際推出不只在國內行銷 以後甚至連外國人來到基隆就直奔海科館 這個是我們所願意 所期待的 那我們議會同仁 已經為了我們基隆的再度出版 我們一定會這樣跟海科館一起奉索打拼 此外海科館也不斷對外招商引進知名餐飲業者 進駐海科館全區 同樣利用無敵山海美景搭配美食飲品 吸引遊客參觀消費 創造更多收入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